大家好,這次看你老師 今天這個影片其實我非常非常的難過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老師最後一次 不是,最後一次 應該是說短期內 跟我們這個亞當 就是說他回台灣 回台灣幹什麼 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不過就是在他回台灣之前 最後一次出來這種小夜期 非常的感傷 今天我們也會在影片當中 跟大家說 我們亞當回台灣要做什麼事情 亞當 亞當 所以我快要公布我要回台灣 我自己的小好兄弟 我自己的好兄弟要回台灣 你要回台灣幹什麼? 當兵 當兵 幹大事 幹大事 對不對 沒錯 講到當兵你當幾年? 我當 沒有,我當四個月而已 當四個月 靠,你要當四個月有什麼好講的 是不是 我們以前的年代都是至少當 一年八個月對不對 好 你的內心有很期待還是很緊張嗎 等一下呢 我們去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大概跟大家講講 好不好 我大概會跟他分享一下 當兵有什麼好玩的一些內容 好不好 不過原則上呢 今天跟亞當呢 一樣來到我們的這個 有沒有派克市場 派克市場 還是一樣非常的漂亮 有非常多的觀光客呢 剛好呢 我們這個聖誕節的假日也快到了 所以呢 現在呢 外面有一個人呢 直接在那邊唱著聖誕歌 真的很棒的一個氣氛 全世界第一家星巴克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呢 就跟亞當呢 在他回台灣之前 最後一次出來 咖啡之夜 我們好幾年前也是在這邊呢 開始聊天 開始變朋友 對的 我們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福利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在這邊其實結交了非常多的朋友 而且呢 老師呢 早期呢 在這邊也是呢 第一個 就是有一個小杜卡迪聚會 來這邊 就是辦這種小杜卡迪聚會的人 好不好 所以呢 在這邊呢 很多回憶啊 我跟你講在這邊其實真的是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有意義的 好不好 所以呢 再次在我們這個亞當的暫時呢 在台灣 福兵役的期間呢 再來跟我們亞當回味一下 騎一下車子 Anyway 我們等一下去吃飯 走走走 一樣在我們最喜歡的這個地方 喝咖啡 我們兩個在互拍 亞當 我的Gopro 你的Gopro 我會想你呢 欸等一下 我今天帶了一個新的安全帽 我要看 嗚呼 搞定 整個紅色的耶 好紅色耶 紅色的這一種 Carbon Fiber 好騷喔 我的媽 這一個安全帽的購買資訊 在我的影片下面敘述欄好不好 非常帥氣 好了 我們現在呢 來到我們今天晚上 車聚要吃飯的地方 那現在呢 老師背後的這邊呢 也就是我們西雅圖的T-Mobile Park 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知名棒球隊 水手隊 Mariners 他們的主場 那你看現在後面是非常漂亮 有非常多的這種聖誕燈 已經都點起來了 那因為我們現在呢 T-Mobile Park呢 這一個球場呢 他在辦一個 跟這種聖誕節有關的 這種點燈活動 那現在老師呢 來到這一間餐廳 其實非常的酷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是我們自己好朋友開的 這間餐廳呢 叫做Bistro Box 非常酷喔 而且 我很喜歡這間餐廳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餐廳的旁邊 旁邊 就有一個strip club 哈哈 就是脫衣舞娘的這種店喔 不過呢 原則上呢 我們朋友開的這個呢 Bistro Box呢 裡面的食物非常非常好吃 我們現在呢 就為你們看一下 這一間店裡面有什麼東西 來來來 好了 現在我們進來了 Bistro Box 這一間店呢 地址在老師的影片下面 有連結 然後你看 後面是不是有一個非常大的這個 LED電視螢幕 非常的凶狠喔 其實呢 這一間店呢 他想要塑造的概念就是說呢 希望呢 未來喔 就是說我們球場 就在旁邊而已 對不對 球場呢 看完球賽的朋友呢 就可以直接來這邊吃飯喔 那這邊有一個酒吧 可以喝酒 然後呢 他們的這一個有沒有餐廳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創新喔 不過原則上 一進來 你看一進來這個餐廳 就一個非常大的這個LED螢幕 哇賽 超屌的好不好 那裡面呢 這一種有沒有餐廳的擺設 跟氣氛都非常的舒服 我們這一間餐廳呢 後面 哇賽 這個廚房的整個明亮度 還有就是說 這種擺設 看起來都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麼呢 老師個人呢 非常推薦這邊呢 不只呢 來這邊吃飯呢 喔這個選擇 有非常非常的多以外呢 他的這種氣氛也真的很不錯 好啦 因為呢 這間店的老闆 是我們的好朋友 哈囉 Tony哥 原則上呢 我們今天有這個非常獨家的畫面呢 也就是可以直接進來餐廳 看一下 他們呢 製作這些食材的這個過程 哇你看 我們這個師傅呢 他用的這些食材呢 都非常的新鮮 所以呢 如果想要吃壽司的朋友 我們Vistrobox這邊也有 想要吃拉麵的朋友 這邊也有 想要吃各種不合適的餐點 我們這邊都有 非常非常的棒喔 哇看到這個價值呢 當然就知道呢 他這邊也有賣日式手捲 對不對 非常非常的正點喔 記得 未來如果看完球賽的朋友呢 可以來我們Vistrobox這邊吃東西 住在這附近 或者是在我們Sodoarea 市區工作的朋友們呢 也可以來這邊吃 老闆 我問一下 如果未來我們粉絲 來到這邊吃飯對不對 然後呢 他說他有看到我的影片來這邊吃 有沒有什麼樣 特別的招待還是折扣 折扣 折扣 老師又幫你們要福利喔 免費送奶茶 免費送奶茶 有沒有聽到 哇塞 老師幫你們蒙福利喔 所以呢 我們Tony哥說的算喔 全部錄影存證喔 原則上呢 未來呢 如果呢 朋友們呢 來到我們Vistrobox這邊吃飯呢 記得 就是說 我們有看老師的影片來這邊吃的 那免費呢 贈送珍珠奶茶 呼 真爽喔 不客氣喔 好不好 不客氣喔 好啦 原則上我們現在就來吃飯喔 跟這個亞當好好的catch up一下喔 好啦 再次非常的感傷呢 跟我們這個亞當 講最後幾句話 好像 好像要走了 感覺 我們亞當呢其實是要回台灣 服兵役對不對 當兵呢 欸 什麼軍啊 你是抽到什麼 陸軍 陸軍喔 老師呢之前是假等兵 所以呢我是海軍陸戰隊的 但是 而且那時候我們當一年八個月 你咧 四個月 幹你啊 人家還敢講 你好意思喔 講的不好意思 四個月 其實我說真的啊 我跟你分享一些當兵的這個故事好不好 OK 其實去當兵的時候 你會講到非常 你會聽到很多的鬼故事 你會害怕嗎 看到之前都不知道 再說吧 看到再說 看到再說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 真的遇到的時候 就直接 那個最難聽的彰話 直接罵下去 要非常高分貝 所以呢 原則上呢 就沒事好不好 不過呢其實當兵也蠻好玩的啦 就是說 把它當作是一個夏令營 好不好 去健身一下 我知道第一個月會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呢 我也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在軍中的這些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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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們看到 老師的影片呢 然後又剛好是怎麼講 我們亞當是在你的那一個 均勻裡面 被受訓的話 記得對他好一點好不好 幹 每天都叫他先做兩百個福利挺身 那經兵被電 但是我說真的 他進去 可能也蠻 可以會讓人蠻難看的 因為呢 他槍非常的準 槍法非常的準 我去試試看嘛 在台灣打什麼 65K2 進去都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對啊 看到這個影片應該你們要邀請 這個有沒有請我們亞當 幫你們受訓一下 這有關槍的東西 因為你看我們亞當 隨時平常都帶著一支槍 我也來看這個 所以 不要惹我們 工作要用的 對啊 工作要用的 因為剛剛我們亞當還去工作 在此呢 希望呢 粉絲們呢 也就是給我們亞當一點祝福 對不對 希望呢他在軍中可以順利 然後呢 順便呢 如果在這個台灣的時候 看到亞當 記得來跟他說個Hello 耶 不過原則上呢 在老師的影片下面 轟炸一下 幫我們這個亞當 刷一下 刷起來 對不對 給他一點祝福 跟我們這個粉絲說什麼 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那段時間我可能 我可能在台灣過節 我覺得 真的嗎 如果有遇到的話 就說個Hi 那如果單身的女生 記得 直接來跟我們的這個亞當 搭訕一下 你應該會非常的喜歡 哇你看食物來了 我們今天呢 我點拉麵 好不好 我點拉麵 然後我們亞當點了 這是什麼 Chicken Courage Dough 喔 還有我們的 李醫師你點什麼 Chirashi 好 阿你法拉利什麼時候拿過來 蛤 對嘛 他在文哥華 文哥華 所以可以上去 blah blah blah一堆 你看這個人喔 今天老師要特別介紹一下 也就是 老師台灣的頭號粉絲 是Lebert 哇賽 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好我是Lebert 我跟你講Lebert是老師的 頭號粉絲 鐵粉 因為呢 老師幾乎 基本上所有在我的頻道 拍攝的這個影片 所分享的資訊 他全部都記得 而且呢 之前呢 在老師所有 台灣辦的粉建會 他每一場都到 第一次的粉建會 好像是17年對不對 對 17年的時候 老師在台北台中 還有高雄 全部都有辦這個粉建會 然後Lebert呢 他每一場都是第一個到的 所以呢 對此 老師非常的感動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說 他是真正有在做功課 所有老師在我頻道裡面 影片裡面 分享過的資訊 他全部都知道 好不好 所以呢 老師呢 在未來的一集呢 也會帶著我們的 頭號鐵粉 Lebert呢 來玩一下我們西亞魯 當然 大家去哪 特色咖啡 我們大家去 HAPPY一下 原則上呢 這就是頭號鐵粉的福利 對不對 而且呢 希望未來我們這個 有沒有 Lebert呢 可以建立一個 湯老師的後援會 後援會長 會長 我們先吃飯一下 等會聊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